独居老人 眷恋就成 儿女牵挂 往返奔波 空间局促 安全隐患 无处不在 向山路寨 施工面临巨大挑战 寿计师石南桥 能否再见空间魔法 11月18日晚22点 东方卫视 不再奔波的家 尽情期待 《育党二數目》 《育党二數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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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歲了现在 我现在四入 问一下你是哪里人 我四川 在苏州待了多少年了 待了三十多年了 这碗到睡觉大不大 那以前有没有赔过老人的 赔一晚上多少钱 一百万 我同意 我吃的都最多的费用半毛 总的就是推了 老师总的 要不开我喜欢的 这饭也要够这个 你拿着吃饭 真吃饭是别人的方式 妈 我帮你放 这套汽酒的做卖 你这个购购购购 那个新加坡 他还能要得上备一备 你把你备的定位 你去上他供过来拿呗 我叫这套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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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叫这套汽酒 我叫这套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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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外婆 任嗓门和气室 谁也抵不过她 我背地里叫她 增强板酥大墙 外婆今年七十七了 外公过世后一直独居 小阿姨让她搬进 自己家的新房子 但外婆坚决不同意 因为她的老姐妹和老朋友 都在这方圆一公里内 快来快来 这一滴滴事就累了 我要住了 住关了 喂女子你干什么呀 哎呦 你来发红呀 我看我对你来变得就可以了嘛 出来 喂 我倒 Manufacturing 我很自然 我感觉 我摆得我喊你了 你算什么 我来这 来这 嘿全然 każ的你多年後 你受死了 不来一次来啊 你夸的啊 我出来了 你这个侯义 来来来 他正常回来 我正常回来 他是很关心我 我们就一个人吧 他现在他家比我比较 因为我都关心我 关心就关心 你看这边有点 听着听着 他这个是 �子超常害死的 你非要客气 为什么客气 我们来自家 来自家 阿姨我先来扣你 你来自家 你来自家 这个像因为 商量他 你来自家 看他说咱们 那个吃吗 啥快呀 這是呀 快呀 快呀 快去 快去那icit 來體弟的關洗家咱咱看看 因為我可以關 關洗家更輕鬆 外婆身在灌浅街 嫁在灌浅街 老了还想守栽灌浅街 她一生含辛茹苦养育三个女儿 直到他们各自成家 现在她仍然觉得自己和当年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其实她口口声声再厉害也还是老了 这是我们家大女儿陈欣 这几年经常陪我过夜 她说怕我上下火地摔倒 我叫她不要跑了 她还有一家老小姑娘子 来回十几公里路 万一有什么客户 她从来不停 还是继续要来 一个竹架 一架一架一架 她说我连续'... с几年子都在那里 在那里上做这大 огром 去什么的 有什么大颇雨 切大颇雨 对呀 等一下妈打雨什么的 小鞋子啊 来呀 来呀 走啊 来呀 去 今年365天 晨星有一半时机来看我 每天是几公里路 从苏州快起到成都了 爸 何来的 您来上去啊 妈 您来上去啊 您也很大碗 您的安排今天不是这样做的吗 我也这样的眼睛大型大型 可不容易才对我爸来过一遍 那是他不搞的 当然这些的 这个大型有高位是谁的 看你这样做的 可能一是一样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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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做了几个上门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 您好 谢谢 我们上门的 三个上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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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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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去啊 照哪啊 我晚上这个事们在上 一遍来受З泼 ум好 bird woman 好啊 别曾安 investigator 来过来上 味道 啊 啊 替你打心点哦 这个啊 坐为啊 坐为 他现在已经在这里不行 而且女性的iPad 不够呢 我连iculd准备我的 我将大事 在下来 好 不够看 你不是为了出国家 我管你出国家大宝这一句 那你不找到 那你不是加油的 不找到就报喜的 我说那不是要你新闷 我说你这个开开爱吧 陈欣媒体就是这样 晚上陪我 大早上再回到自己家忙活 我说她把我大孩子看 她说我现在就是老小孩 其实我妈血脂比较高 高血压高 她年轻时候就一直心脏不太好 就是跳得慢嘛 就早播嘛 就经常要吃保新丸啊什么的 看她走个楼梯 你就看见吗 她觉得没问题没问题 我一直走一直走这个楼梯 那你看的时候 你就觉得挺担心 摇啊摇啊摇的 我学的呢 是可以 对不过呢 我女儿从来不放心 就是我那个大女儿不放心 总会看我学的毛病毒呀 我说不要紧带 我自己讲的 我说最后一口气 都一直掉了 我不给大女儿讲的 我说我下次 进来那边去抢救 然后我死掉了的 因为富士现在小不雅背 我们家家 一个家庭 然后呢我就觉得 当时呢 因为我爸那时候 最后那一段时间呢 我因为怀孕啊生孩子 就没怎么好好地陪 所以我现在觉得 我对我妈 我应该多陪一下 因为有时候 怎么说呢 就你觉得今天的人 挺好的 你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 所以我想呢 我多陪给我妈 再来 这次 这个呢就是 我们三家人家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陈亲 那个陈永高陈华 他是拖一个餐一个 送他们到学校 因为他爸在机关里外卖了 基本上都是老大做 我们老大的皮肤很好的 像那个鸡蛋捕出来的 一定都没有搬到的 您应该是炒 嗯 炒熟 把店给给我 我们来的是放凉了 这是我女儿田田 是一名画画老师 她很独立 也很孝顺 就是没有男朋友 她特别喜欢苏州老城里的生活 这次梦想改造家就是她报名的 我说她不要白着做梦 没想到她报了两年 还真等来了 其实园林就是以前人家的院子 就是比较大 然后我外国那个就是比较小而已 我小时候有时候也跟他们一样 就在园林写生啊什么的 这房子里大多数都是我画的 我外国家不是很潮吗 然后我就觉得我用的这些颜料呢 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潮作用 所以我在我外国家的墙上画了很多强绿 那这幅呢就是我画的我妈妈 像窗口下面这一幅呢 是家山又造反画我拼接地画出来的 外婆留恋这个家是因为周围的人 妈妈留恋这个家是因为外婆 而我留恋这个家是因为这里的一切 以及这个家本身 其实我小时候来我外婆家 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找吃的 我小时候去吃的时候 人还不是很多 现在有好多店 人多得不得了 全部都变成网红打卡了 像这边走几步路 就是平常路上桃花园界 然后旁边一条巷子 可以吃攀岳云糖粥 然后正对面就是哑巴生煎 我喜欢这里大大小小的巷子 喜欢外婆家几寸见方的小天井 喜欢画画时窗外飘来的花香 门口的水井到今天还依然清凉 这些都是苏州最美的模样 不过假如这个家不再昏暗潮湿 假如外婆不用再爬楼梯 假如妈妈能少些担心 我愿意在这个家中 一边画画 一边陪外婆 一起描摹时光 梦想改道家 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 立邦为你刷新生活 立邦刷新服务 不用你动手 本栏目由方泰集成宽刃中心 幸福呈现 顺势上牌 猛火爆炒不跑烟 本节目由中国卫育领导品牌 恒结赞助 恒结品质 制造新国货 梦想改道家 由飞科制能电器指定赞助播出 飞科制能电器 科技 只为精彩 梦想改道家 由天阁特别支持 天阁 地暖石木地板 专家与领导者 观众朋友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 Best TV APP 观看更多梦想改道家精彩视频 微博搜索梦想改造家话题 边看边聊边互动 分享你心中的梦想之家 公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 道科传 我身后这个桥 就是唐代大师人张继 写风桥夜薄的风桥 我们梦想来到家 跟苏州真是有缘分 自去年双辣骑士改造之后 这是我们第三次来到苏州 还有一个形象 到今天为止 依然被人们深刻记忆 那就是水路并行 河街相邻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也慢慢地搬出了 苏州的老城区 所以老城空心化的现象 非常严重 像田田这种生长在苏州 还留恋老城的年轻人 确实是不多了 不过这有一个问题摆到我们面前 她外婆的家 田田和她妈妈 曾经生活的这个家 该由谁来打造呢 设计不是启悦自己的艺术创作 而是主动关注用户的实际需求 什么样的创意 才是一个好创意 创意不是高调的滑中驱动 而是低调的 为我们的业主解决问题 七年了 你在梦改坚持的是什么 是不断地为业主登取 空间 舒适 以及尊严 我是设计师 史南桥 有人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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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欢迎您 欢迎进去 这边是厨房吗 对 厨房跟院子连在一起 都是屋室 连是都是屋室 设计很棒 这个厨房比较矮 然后这里呢 你看我妈已经撞开头了 然后我就难看点就包了一个这个角 这个地方是餐厅吧 对对对 就是楼下特别暗 一定要开个灯 你看这一点光线都没有 大白天也 对大白天也一定要 除非开灯 对对对 一定要开个灯 把门开着 对 这个还有最大问题 我就觉得这房太潮湿了 我铺了一个地毯 就我妈从楼上那时候摔下来过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 再拖开一点 一下就下来 都是太潮湿了 实在是你看 这个楼下我们还有个小房间 这个特别潮湿 就这种地方 像墙角完全是没掉什么的 就是墙啊什么都掉下来的 但这个房间现在看起来不住人 太潮了 我现在住在楼上 楼上有两个屋水 你要陪我们 那么可以这个地方 这个还是我师弟的 这里都是张木箱 张木箱里面拆下来的 拆下来 现在我的东西都不会住掉的 这个每个柜子里都有张木 对对对 这张木还珍贵 我照说可能我们还拿来再用 这个也是你看 把灯关了也就是一点光线也没有 那里呢我起一个小墙的 你要退回来才有这个采光光空 采光有点风 我们这次做的改造是一个两层48平米 三室一厅的小房子 进门一个小庭院之外呢 一个很小的厨房 接着进来到一个客厅 客厅呢穿过一个浴室的一个走廊的空间呢 到了北边这个奶奶的房间 她是位于苏州园林密集的官城街附近 在最多的时候呢 她曾经住到五个人 但是因为女儿陆续出嫁 现在只剩下老太太一个人 从那楼去上楼 对 你转角这边等于这一趟 你要贴这个来 对有点光啊 提醒提醒这个地方 这里呢我要是指 碗是出了小壁 因为这里有一个小门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就 万一这踩到这也不行啊 有点啊 应该只跟这个应该是平一样的 但是呢 做的就你看这完全是这一块 那么这个南边北边 厕所都有这个一个 请到这边来 然后这个楼梯呢 到了二楼呢 分别南边一间卧房 北边一间卧房 所以总共三个卧房 这边呢 这个大入口 为什么那个开个小洞呢 因为这个房子呢 有助那个毛 跑来跑去 它上面挖要漏水 那么之后那个头 伸出去看看 可以漏水 对就是这个 做这个房子真的不容易啊 是啊是啊 因为这个地方还很好的 对 你二楼的房间采光基本上都不错了 都不错了 对 对我觉得呢有时候呢就光线特别好 它在这画画 这个位置画画挺好的 画家也挺好的 对 这个呢也就是吧 东墙估计也不犯潮 我下面上来的电线 也坏了 现在只能把这个电线接到这个上面 这个业务部门关 也不安全 我对这个房子感情深得不得了 是的 因为这里呢 我一辈子就住在观企间 我家皇家住在这里 我娘家住在这里 因为我对这个房子感情很深 对对对 因为自己一手在那儿 像养个小孩 看看你刚刚跟我讲这些 以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你们全部的要求都跟我讲 谢谢我这个家呢 不得整乎其破练 然后我就说我舒适点就 他们的要求呢 我看看都 就是麻烦能进来的满足 因为我还没退休 所以我看你的最关心的 其实倒不是空间上怎么用 而是说这里的管线呢 在实路安全的跟障 在单位里就是不安全 实路上的问题 田径需要什么吗 我就想要一个画室 来这边看到你 家里墙壁都涂满了 可能你还有很多创作的欲望 他们的心愿呢 也就是希望能够搬回来住在一起 不用来回奔波 但是这个房子本身存在的问题 除了阴暗湿冷以外呢 其实楼梯的本身的陡峭 以及的高低不均衡 都会造成家里的一些隐患 所以呢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的改造 能够让他们能够解决 这样的一些问题以外呢 能够给他们一个 不再来回奔波的家 在充分了解了全家人的居住需求后 施工队开始队现场 进行清拆工作 按照设计师的要求 外婆用来驱赶蚊虫的香张木片 和老房的地板 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这些已经使用过多年的木料 分别会派上什么用场呢 清拆完成后 设计师团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进行复测 不同于史南桥以往改造的极致案例 本次房屋面积并不算小 但即便如此 也仍需满足三个卧室 两个卫生间 画室 客厅等空间的分配 它将如何呈现呢 其实这个房子呢 相对的是一个梯形 南边比北边宽了50公分 东面的这边墙呢 上下两段呢 它其实是不平的 空间也差了将近有4公分 实际上我们要花比较多的工夫 去解决掉这个问题 面对这两大天然难题 设计师将如何规划屋内布局呢 一方面我们把这个 整个楼层做了一个调整 让家里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颇屋顶的一个画室 以及将近三名六的 层高的这么一个客厅 那从客厅跟这个画室这一段 到中间这个服务空间 就楼梯啊 跟洗手间 再到后面是卧室的这一段呢 分成三段我们可以逐渐把这个差距呢 把它消化掉 根据设计师的想法 以楼梯为界 南区域将作为公共空间使用 三间卧室统一安排在了北区域 但是原来最高只有5.5米的室内空间 如今要做三层 能实现吗 就反正就一楼这个高度很舒服了 但实际上总共高度都确定了 一楼很舒服 我就担心 二楼跟三楼就相对就 史南桥被誉为空间魔法师 绝不错过一驴一毫的使用空间 那这一次 他将如何为狭小局促的房屋 创造舒适感呢 绞尽脑汁 他决定采用 找 省 变的方法 首先第一步就是找 在拆除老旧漏鱼的天花板时 设计师就发现 楼板上方空间的最高点 有着近一米的高度 拆除完成后 房屋高度便由5.5米 增加到了6.6米 其次 为了对地面进行防水防潮处用 施工现场将地面打开 却发现地板下方遗留着过去 修建房屋室剩下的建筑垃圾 我们接下来的话 我想把它扣下去 扣下去扣20公分 20公分的话 然后我们再交给分离土 好的 那这样就比较原来好多了 因为原来他们有在底下的潮汁会上来 这样子其实做完了以后 对将来的结果其实更好 对 一方面在基础的扎实 另外一方面就在整个的防潮的 防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可以 轻运工作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由于向山路窄 工人要用手推车 先转运出巷子 再由垃圾车定时定点运送出去 原本历史遗留的建筑垃圾被清理出去后 数据师首先考虑起了防潮问题 在铺设了双层防潮膜后 再用钢丝网进行拉筋支撑 防止今后地面开滤 最后进行水泥浇注 这样的地面完成后 不仅防潮功能大大加强 室内高度又增加了15厘米 委托人家原本的楼板厚度为25厘米 设计师使用轻薄稳固的青钢浓骨 替代原本厚重开裂的混凝土楼板后 做了两层楼板也比原来节约了5厘米的高度 楼板因为我们需要争取高度 所以把楼板变薄 变薄的话只有钢结构 在那么薄的力量它可以沉塞 假如木头要做那么薄 那个楼板就比较脆弱 所以这钢结构是必然必须要的 我要上上面看 这次主要来就是针对这些楼板 层次之间的一个关系来做调整 要在原来只有两层的地方 你要作为三层的生活空间 当然就是本来就预计是比较紧张了 我现在来讲我们其实也是用一些技巧来解决掉 这个相对三层的一个紧张的高度 最后一步 数据师利用人的生活习惯 特意采用了错层楼板 来替代传统的平层楼板 北边主要是作为他们三个卧室的一个安排 而这三个卧室的高度 是应用原来只有两个卧室的高度来做三层 所以这里我们就没有用常规的平层楼板 而是用床铺身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来争取到三层的一个使用 经过找省便三个空间掘集后 卧室区域的可使用高度增加了整整1.35米 由此一楼至三楼的卧室高度分别能达到2.6米 2.1米 1.9米 1米7左右的甜甜母女 不仅能轻松站直 也能舒适居住 由于这座房子任出苏州古城 四周施工环境复杂 其中三面与邻居共墙 另一面墙同时是隔壁社区的连接墙 因此脚手架的搭建十分不便 而楼梯安装进行的同时 设计师又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 设计师上门时 业主多字表示 一楼客厅和卧室 基本上只能靠日光灯 提供照明 那么设计师将如何让阳光照进一楼呢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设计师决定逐层引入光源 在二楼做一个大的玻璃桌面 这个所以底下开动呢 可以让这个玻璃桌面的上方的光线 能够带到下面去 三层卧房 利用长旁边的一些镂空的一些效果 把三楼的光线呢 下到二楼 带到一楼 刚好就解决掉北边的采光的这么一个效果 无论是南边的公共区域 还是北边的卧室区域 所有的楼板 手机师都没有做到底 并且它还在二楼的正中心 做了一个采光的圆形 那么光源从哪里来呢 答案是屋顶天窗 开天窗虽然容易 但是在砖木结构上开天窗 不仅要考虑屋顶承重 更要考虑到传统风貌 以及天窗 砖瓦 窗矿等 不同材质边界交接处的防水问题 几经讨论 书记师还是选择了更为轻便的木质窗矿 天窗过我的木料中间的缝隙怎么解决 那个只有田中水泥 田中水泥有什么用 那我直接用个脚铁给您弄一下 脚铁不行 脚铁跟我的木头不搭 由于清拆初始 甲逢阴雨天气 屋顶便出现了多个漏雨点 主房的渗水痕迹也一览无语 所以施工队多次对屋顶进行了精确的测量 计算 反复确认细节 施工队一方面对现场屋顶进行翻新 一方面也在寻找最轻质耐用的木材 我本来是看中的这个是红木的 红木的现在规格太小了 达不到我的要求 也达不到我的预期 关键是它这个侧面 这个侧面开裂特别严重 开裂特严重的话 我们到时候把它弄成小的 我担心它会断裂 然后还去找到其他的木种 这块漂亮 之所以喜欢用这种老木头 其实因为这个老木头的话 它的含水力特别低 而且说它已经上百年的历史 不变形了 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些材料用到加工厂 然后加工出来 就是我们想要的磁材 挑选到合适的天窗木料后 施工方也按照设计师的要求 就近进行了加工 之后 整个屋顶的老船条 全部拆掉进行了替换 船木上的望砖 也进行了更新 同时 定制的天窗边框结构 也必须提前安置上来 不过专门量身打造的边框 为什么还要进行开凿呢 原来 天窗木边框 需要和船条一样搭在横梁上 这样要求和原型木料完全要合 才能保证牢固程度 因此 与横梁接触的四个承托点 都要进行一定弧度的开槽 并用水帽结构的方式固定 由于传统屋顶 并不具备隔温隔热的作用 所以在注重防水性的同时 数据师还要求屋顶 必须兼顾稳固性和隔热性 首先呢 我们在厚度只有1.5公分的望砖上面 加了一层钢室网 接着我们再对这些钢室网表面层 我们再进行水泥浇注 这样屋顶不仅增加了 牢固程度 还增加了隔热保湿的涂层 而在天窗边框四周 以及两个屋顶中间的天沟处 重点涂了立邦的防水材料 以及户外卷材防水涂层 接下来我们在整个屋顶 以及屋顶天窗的衔接处 铺设了防水卷材 在进行了多层处理后 屋顶的防水性 隔热性 稳固性 都大幅增强 两个屋顶交汇处也是未来雨水聚集的地方 设计师特意定制了不锈钢液体式排水添沟 之后施工方开始重新进行顺瓦 这一次设计师的目的则是要恢复苏式建筑的传统风貌 为了防止这瓦片的移动和滑落 我们让司工队在铺第一层瓦片的时候 用了少量的杂浆固定 然后在铺第二层的时候 我们让它坐落的安排 重新铺上带瓦的屋顶既稳固 又恢复了苏州老城里的样貌 而且比往常更能经历风雨 屋顶翻新完毕 从房屋内部向上看 映入眼帘的不再是木制吊顶 而是古香古色的砖瓦横梁 这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 我们原来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个屋顶 我们在上面做了隔热之后 这个屋都可以很漂亮地呈现出来 都让这个画室能够得到一个 很有历史感的这么一个效果 而处于公共空间正中央的楼梯 不仅是连通三个卧室的主轴 还有着特别的动线设计 我们一方面有这个纵向的这个交通的联系 还有横向在我背后 这边的一个桥 我们最主要的情况就是 从这个中间的楼梯上楼之后 可以从这个桥走到二楼的画室 所以变成有外来的客人来的时候 它不用再经过我们这个卧房的这样的一些门口 那这样的一个循环 到了画室之后 就可以从在那头再下来的时候 它可以形成一个循环的动线 改造后的房屋将有两个卫生间 都位于楼梯旁 并且都实现了洗漱 淋浴 如厕三分离 其中二楼半悬空的卫生间 供甜甜母女使用 所以对重量和防水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设计师设计了整个楼板的厚度是13公分 13公分里面做纹缸 空缸比较大 然后要保留一个后期的防水性 所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用三号里的不锡钢的厚度 折出来这个方形的 后期的话这个不锡钢体座版的 我们用了这个钢丝网 上面再做一下水泥支流瓶 上面再贴那个马赛克 马赛克地砖 这个马赛克地砖的话 我们采用的是搏贴法 我们把所有的厚度都控制到最小 但是被影响使用 为了更好的利用空间 设计师采用了壁画式马桶 这个马桶装好了过后 后期还有钢架 钢架在支撑这个马桶 因为这个是隔墙都是亲自隔墙 所以这个马桶的话 特别我们用焊接到上面去 固定一下 为了节省空间和重量 两个卫生间都采用了钢化玻璃作为墙体 而对于田田要求的画室 设计师释南桥也显得尤为重视 申请人他最主要的要求是要有一个画室 而这个画独立的画室又有一个 很好的作为一个 我们希望是一个画家 能够梦寐以求的那么一个条件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个我们自己学设计 对这个画室其实也有蛮多的这些期待 为此 设计师特地来到田田现在居住的家中 进行实地探访 我来看看这个田田的画室 好当时了 你好 我爷爷 哪里 你自己也画画的嘛 好像在那边有看到 看到你这个画 这个我爷爷画的 他是画国画工笔画 工笔画对 这是你现在工作的地方 对对对 那是你已经完成的油画 这个桌子够大吗 不够 不够 我之前就画那个大核 就那种流体画 就在地上画 就在地上画 然后东西堆的比较乱 像那种画什么都堆在那边 所以你有很多卷轴的东西要收 对 洗笔啊 这些东西 是到阳台去洗的 洗笔没有 就还是在这里 又会装筒嘛 然后在那边厨房去洗 你对画室的想象你有些什么 我就是比较想摊开来 摊开来 摊是可能是画个国画 一摊是画那个西洋或者是什么的 就分开来 西洋用画架 摊开用大桌子 而在甜点家中 设计师石南桥也偶然发现了妈妈的喜好 这个咖啡机就你平常用这个来 对对对 冲泡咖啡的 咖啡然后那个烤箱 然后面包炉啊什么 因为我们三个人都爱吃西餐一样的 面包咖啡的 自己做点蛋糕啊什么的 沙发上坐着还能看韩剧 看帅哥管也行 我特别爱看韩剧 离开甜点家中 设计师马不停蹄地来到施工现场 确认细节 北面是卧室区 南面是画室与客厅 所以南面区域的采光 也就更需要兼顾使用功能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看 这一次 设计师石南桥却显现一切 从未完工的楼梯上跌落下来 2020年 设计师石南桥的身体状况 一直欠佳 而源于对梦想的热忱 对设计的执着 这个67岁的老人 仍然坚持不断往返于上海和苏州之间 在施工现场 爬高摸低 亲力亲为 不辞劳苦 志愿能为委托人打造一个梦想之家 其实这个画室是一个最有意思的 也是在我们把两个坡顶的交接的地方 中心点也对着我们的画室 加上天窗的光线一路下来 穿越玻璃的大的桌面 可以下到客厅 而且客厅也可以抬头往上看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感觉上有历史痕迹的木梁 这个瓦片 钢结构 按照功能分区搭建完成后 楼板底部开始进行封板 曹钢隔层 虽然能很好的节约空间 但也存在走路回声响的弊端 然后现在上面的师傅在正常走路 最高分配是80 然后顶上的板跟曹钢出现一种 灿音也比较严重 然后我们施工结束过后 我们再测一下 然后看看它的分配声音会小多少 这一次 设计师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填充材料 我们使用的这种材料 它能在几秒内迅速膨胀 填充隔层空隙 这种填充材料不仅能够有效地降噪 更能为楼上提供保温功能 现在我们顶面的这个材料已经喷结束了 我们再用这个分配仪再试一下 经过比对可以看出 即使在现场施工状态下 降噪后的楼板噪音也差不多40出头 凝固的喷涂材料 经过修气之后 再在上面铺设石膏板 这样丝毫没有超过我们要求的隔层高度 这种材质不仅隔温隔热 而且对于扎木结构的老房子来说 还有着耐火隔热性能 为此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燃烧试验 我们将这种喷涂材料和普通发泡剂做的对比 普通发泡剂浴火后迅蒙助燃冒黑烟 而喷涂材料浴火燃烧 但火源远离后会自动熄灭冒白烟 因此喷涂材料具有很好的阻燃性 由于老房子非常潮湿 改造过程中 设计师也对墙面 储位 阳台的基层进行了全面防水防潮处理 之后交给了陶夫勒基层全能王 一个产品承包解决全无的基层处理要求 同时还具备防水和找瓶功能 不过在墙面找瓶过程中 现场却碰到了严重问题 这一块我们在施工当中发现了 这一块我们的墙面相当大的 最大的功夫有五公分 我们看你看这个厚度已经打了三公分了 一般的我们正常的厚度 我只能打了三公分 三公分确实挺多的 是的 我觉得但是太厚度就容易开力 那边四公分了吗 设计师在测量时就发现 房屋的墙体有着四厘米左右的倾斜高度 东面的这边墙呢 上下两段呢 它其实是不平的 空间也差了将近有四公分 因为打底的话 因为我们要一层底板 一层底板加一层十八板 然后它最少的要 最少要三公分 那不行我们到时候 后面用基层板 基层板打底 然后上面再封一层十八板 然后我们把这个倾到底 主要是扛立稳固线嘛 还是上面的话 还是你们这边木工去做吧 逆子找平的最后只为三公分 超出将有开裂的风险 这边墙的话是整个墙面 是往外倒的 然后往下的部分的话 它用逆子粉批 往上的部分的话 厚度还会增加 增加的话 我们只能拿过基层 然后后期用欧洲板 然后把它的品种都还借过来 所以在垂直都弄好过后 我们要确保 我们这个六米高的高柜 安装在墙面 然后让墙体 跟我们的柜体 中间的缝隙 要做到无缝衔接 为了保证墙面与今后柜体的无缝贴合 现场使用了木基层 来填补了上半部的整体斜面 为了进一步杜绝 可能出现的墙面开裂问题 室内的所有墙面都挂了防裂网 做这个是防裂的 做两层计划的 第一步是用贴的是布条 第二步就是网格 两块石膏板贴头的地方 填一下 防止以后裂货 随着硬装的逐步完成 越来越多的材料 被运送到施工现场来 然而只有一个办法 小推车 要往一趟一趟的往里拖 今天把货用物流 好像地步汤了吧 真早到晚的 明天还有呢 由于一楼阴冷潮湿 而外婆的活动区域又都在一楼 为此设计师全屋铺设了地暖 考虑到家中有老人 且运用了地暖 因此设计师精心挑选了高稳定 好打理 环保安全的地暖石墓地板 本期的委托人呢 是一个生活非常节俭的婆婆 我们天歌地暖树木地板 为其提供了已久换新的服务 此项服务呢 除了免费的为它拆除地板 家具的宜位和副位等服务以外呢 还对于每一平方拆除的旧地板 给予40块钱的补贴 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可以上网搜索天歌地暖树木地板 进行咨询 除了大量的增加储物空间外 还需要兼具专业性 比如甜甜的画室 现在我们这样的就是我们整个画室 现在已经出来一个图形 我们这边有一个储物架 所有的颜料啊 画笔啊 这些工具啊 通通会在背后的这个储物柜里面出现 门窗和天窗 设计师也选择了密封信号 兼具隔热隔造性能的门窗系统 针对至关重要的天窗 现场还进行了喷林实验 在模拟淋雨的气候场景下 喷林设备连续进行了六小时的开放测试 室内天窗密封紧闭 没有丝毫满漏情况 为了彻底解决苏州气候的反潮问题 设计师还考察了当地的一些传统做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像这样的一般民居都会在这里做一个防水线 假如因为这个防水线的话 可能原来的白墙在这一段都会变得比较难看 所以呢我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些手法呢 可能跟我们将来房子的内部呢 都会做同样的考虑 首先我们在二楼的内阳台还有厨房处 特别选用了抗水防茧的阳台漆 由于这房子采光不好 下面阳台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采用了一款立邦阳台漆 它的特点是防煤防水防茧 在卫生间区域 除了淋雨房以及智能马桶 根据整栋房屋的风格 设计师还为业主特地定制了 中国风的排盆柜 根据设计师的需求 横杰特别定制了这款新中式主义的浴室柜 在现代石木工艺的基础上 融入了仙鹤祥云的中国元素 将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 进行了巧妙的融合 既顺应了现在的一个国潮趋势 又与古俗城的古典气韵相得益彰 在这次改造中 我们使用了立邦卡朗1988这款产品 这款产品可叫千色 通过欧美双认证一起看物 这次我们选的颜色是太空半部灰色系列 寒来疏网 路接为双 从数据师来到这个古城小巷 到施工完成 已经过去了整整三个月的时光 工地上的他们 以钢筋水泥为伍 感受着炽热与冰凉 是他们与设计师一起 完成了这个不再奔波的家庭梦想 梦想改道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 立邦抗军而同期 家的保护该升级了 本栏目由方泰集成烹饪中心幸福呈现 顺势上牌 猛火爆炒不跑烟 梦想改道家由飞科智能电器指定赞助播出 飞科智能电器科技只为精彩 本节目由全无智能照明专家 义来智能赞助播出 义来用五星级酒店灯光点亮智慧新家 观众朋友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 搜索下载Best TVAPP 观看更多梦想改道家精彩视频 立邦刷新时刻 点亮美好生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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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明明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明明 感谢观看 明明明 明明 看 明明明明 明明明 明明明明 明明明 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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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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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这边看可以感受到这个壁炉 好像那个滑在上面 心理上是很温暖的感觉 但实际上它一样一方面 怕空气中太干燥了 一方面让你有点这样 心里吹过来 辛苦了 真的冲 刚刚没看错就是一个壁炉 我都没注意到 我没意不懂 家里你真的要 找一堆人来吃饭了 这个地方可以满足这个需求的 这个是可以在这边弄电脑 这个翻过来的话 你看这个大小 你可以请一堂人来吃饭 可以坐来吃饭 这边一方面是客厅 另外一方面它也是餐厅 当然在这里 你可以看得到 这是我们的一个mini bar 其实你们这个 没有注意到 其实这个都是用你们的老木头 是的 就那个虾当木头的 等于我们上了一个色调之后 跟里面可以配合起来 本来你的房间很暗 又潮湿 这个房间本来你不想住 但我不想 我想说我们坐完以后 你还是很喜欢住 对对 我想住 因为等于是住在花园里 对对对 而且你一楼这样进来很方便 对吧 你不用爬楼梯 对对对对 当然你这个房间的光线好的原因是什么 这边楼上的这个窗子打开来 光会一路上来 对对对 二楼那个光线是最好的 但是那光线怎么样到一楼来 我们其实就把这边做成镂空以后 按光线能够直接下楼 对对对 下楼 不像我们以前是靠墙的要放床 他现在是 那边都是雨光线的 好的 我一看 你都不知道 真的你 肺心了 真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 这个是什么 可以 这是哥哥 女儿你不想 光线 你要睡觉 就关城了 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一方面都是透气 但是另外一个呢 黄阿姨都平常都封闭了 这个一个空调 它其实你能够在这个疫情期间 能够帮你除湿除菌 能够这个空气循环 能够达到这样的 真的辛苦你了 给我弄得这样 我一辈子没做话 没看着 还没讲完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惊喜 我一个惊喜 已经几个惊喜了 哇 外婆 看到了吗 哇 你在床上 假如你觉得起来不方便 你不想下床 弄起来 人家床上看看书 看看什么都可以 哎呀 我一个可以 我有两个 我一个它叠直了一个 这个片子 这个叠直了 这个叠直了 我们看一下叠直了 叠直了 特别是一定质的 还有 谢谢 好好好 前面跟你讲的时候呢 大概都没事注意到 对 因为你的厨房是不是太小了 物质不大 你觉得不大那更好 但我要让你不大 但我还要让你再大一点 哎呦 哎呦 怎么再大一点 我们很满足 还有一个精神 很满足 推一下 因为它这个 原来是折的嘛 现在要 哎呦 这是记得是 这个是个窗 还是个满大 对啊 又是床又是门 而且还是玻璃屋的屋顶 哇 这个是门 那个大精神 大精神 不过 当然我这里生那么大干嘛呢 为了实践之变 这个是这么多 哇 哇 还有 哇 好烫 还有啊 哇 哇 这次是这个 桌子是吗 对 花园上 这个是 真实不是 花园餐厅 哇 这个是怎么想起来 这个真的怎么想起来 这样的 真的不厉害 厉害吧 一张把这个门下来 这个这个门下来 老子们来喝喝水 喝喝茶 马上这边煮了 马上就可以去 对 洗起来 洗完 什么都必要 好好用 设计师特别为厨房 打造了智能拙叠门窗 让小花园 也能和厨房融为一体 使这里成为一个 敞亮的户外就餐空间 厨房里面 家里喝的水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这里选择的 是一个方态的净水器 它叫做NSP 选择系 性的过滤膜 它一方面呢 能够把你这个里面的 有害的物质 过滤掉以外 它给留下来 有益的矿物质 很安全 很健康的 喝得放心了 对 喝得放心 谢谢 谢谢 都是有益的 有益无害的 我这水好喝 看油烟机的操作 看看 它有个手势感应 你拿完了以后呢 就开始给你去 做自动的一个处理 一方面灯光 一方面吸的油烟 哇 难可 这都是基因活的 现在你看真的好得不得了 没想到你这么幸福的 你看 现在都度好 我们每一个感应的 对对对 它旁边都有感应的灯 脚上的灯都这样的 你看 现在一定的空气都有空气 每个楼梯都有空气 可以放鞋子 每个楼梯都可以放鞋子 这边也有空气 对 真好是一个鞋子 出鞋子 不浪费的 对 真好是一个出鞋子 真的不太 设计师精心利用了 每一个楼梯踏步的下方来储物 画室楼梯下方 还有专门的晾晒储物空间 平日里可以用来收纳衣物和晾晒工具 不就担心这个床子 保持不了这个使命性的话 这床子是可以自由升降的 你就可以 好 你应该里面 好好好 很好 很好 所以这个 你在那边工作 楼下妈妈在那边喝咖啡 两个还可以打个高分 看见了下面 对 看见 这个桌子实际上一方便 当然你现在看起来也许是够了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它能翻起来 对 然后变得更长是吧 对 对 对 可以变得更长 这长度就很好了 你一直跟师老师上要一个大桌子 大桌子都满足你了 大桌子 三桌子 对 对 你现在都满足 你要的 不用针在地上好了 有 帮你用这个天光 当然有的时候夏天太热的话 太热 也可以关闭的 你可以看这个 像这个光线 可以 可以 你想透气的话 对 可以 对 可以 配刺 配刺 那时候可以顺便还有音乐 再送给你的礼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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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每一期拍回家 我都会放这条歌曲 叫做《在这个世界相遇》 我们在这个世界相遇 真是 今天是在苏州 今天是苏州 这个地方我们其实还给你留了一些收纳的空间 哦 这里还有一个 对 虽然这边捡钱都是你的 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可以屏障的方式 哦 有一个 让一下 而且电动的很方便 现在真的不少精神 我要给你换房间 我要喜欢这里 不行 我喜欢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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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放在床上 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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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蓝天 对 晚上可以看到星星 我要去换房间 我要这里 我要这里 这个妈妈的房间 哦 你看 妈妈的房间 其实啊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是光线最好的一些 对 特别常亮 光线特别常亮 对 所以你看到我们上面的格罩 在这里墙壁上 这个光影 光影它会打出 光影很漂亮 好看 好看 包含底下外婆的房间 这个光影也都会下去 所以这里是一个 土生三代 三代刚好一二三这个层次 刚好 对 藉由这个光线一路一张 就贯穿下去 哇 特别好 这是自然的 我不换了 徐天天 我不换你换了 我要自己房间 换得这么快的吗 你这个最方便是 你这个洗手间 是直接方便的 直接卫生间 直接卫生间是最方便的 临近傍晚 外婆的姐姐和妹妹 也敢来参观外婆的新家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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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叫你付出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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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派女人一辈子 哎呀 我们的鼻子跟牙子 一辈子 鼻子牙子 哎哟 哎哟 对于她贴的呢 啊 小姐走 你只搭摆 不是啊 可不不得的 这个吧 你看 就是 她的上面 给一百个赞 一万个赞 真的好 对 这个 这个 此时设计师 史南强为一家人 送出了精鲜准备的礼物 家里可能对你来讲 你还缺少的东西 我知道了 我最爱的咖啡机 是不是 我喜欢 你要好好专业做咖啡了 没问题 我都给你们说 你很好 谢谢 谢谢苏老师 不客气 来 外婆给你弄一个泡茶的 给我送了这么多好东西 泡茶的 对 天天除了送你个影响以外 我还有 你看看这是什么 柿子吗 不是柿如意是吗 真的是柿如意 是柿如意 谢谢 谢谢 我也有东西送给你 装饰画吧 你自己的画了 对 你赶快成名 还有签人也做得比较 然后也装饰一下 谢谢 掛在办公室 徐全田 你签名签好了 对对对 太好了 谢谢 然后还有 谢谢 还有您 还有您 还您就坐坐坐坐 我觉得就比较冲向嘛 我看那个 然后这个是我手工做的一本册子吧 画册吧 这个是我对你的感谢 也有对整个节目组的感谢 还有你们施工团队的 是的 2020年 对每个人来说都很不容易吧 我也从来没有料到 幸福就这么降临到了我们家中 电视里的偶像设计师来到外婆家里 亲手为外婆改了房子 能成为梦想改造家的十二分之一 我和外婆一定也拯救过哪个新戏吧 感谢史南乔老师 感谢施工队长徐工 感谢为这个家辛苦付出的每一位工人师傅 是你们铸造了这个家幸福的模样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过名播出 立邦为你刷新生活 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 本栏目由方泰集成烹饪中心幸福呈现 顺势上牌猛火爆炒不跑烟 《梦想改造家》由飞科智能电器指定赞助播出 飞科智能电器科技只为精彩 观众朋友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BestTVAPP 观看更多《梦想改造家》精彩视频 上微博才与《梦想改造家》话题讨论 聊聊《梦改七年》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梦想家庭大改造 这老房子真是好看 可是您也要知道改造一个老房子有多么不容易 不过呢看到这一家人回到他们熟悉的空间 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我们也是由衷为他们感到高兴 祝这个外婆健康长寿 也祝甜甜的能够在她熟悉的这个房子里面 画出更多更新的姑苏画卷 好了 现在又该到了杰弗谜底的时候了 改造这么一个房子 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土木基建十万元 硬装十八万元 软装七万元 本次改造一共花费三十五万元 母亲河畔的千年古村 天鹅故乡的风水宝地 破败乡村的孤独老人 现在热闹村年轻人都出去搭工了 家里丢人都是老年人 改造过程的意外频频 十一月二十五日晚 梦想改造家 助力乡村复兴 为千年古村打造窑洞里的家 欢迎当中爱奇艺 哺哺哺哺哺哺哺 观看节目完整视频 更多精彩花絮 感谢Zacher新闻客户端 抖音安居客 AWANT 感谢战略合作媒体 网易家居 新浪家居 Zoho家居 腾讯家居 凤凰家居 太平洋家居 建议网腾讯上海 网易新闻客户端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